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地缘瞬息万变,台积电依应客户要求分散区域风险,12月期甚至考虑在日本再增建一座新厂,以7奈米制程切入。 不过,此举将引发台积电是否将7奈米计划及高雄转战日本的联想。 对于相关消息,台积电重申,高雄厂7奈米计划只是延后不会取消。 不过,供应链透露,以目前战略考量,日本争取台积电在日本设立比雄本厂,还更先进制程的拉力非常强。 日本政府也透过补助及完善雄本厂,附近生活圈及人才培训等多管齐下措施,全力说服台积电在日本设立,比原本更先进制程晶片制造厂。 台积电资深副总日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透露,不排除在日本兴建另一座新的工厂,吻合日本争取台积电也把更先进的7奈米带到日本。 虽然其受访时,仍与代保留说最终决定,还是需要先观察位于雄本的工厂表现。 台积电发言体系也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目前没有具体计划。 业界分析,台积电对任何投资一向挤身对待,负责欧亚业务的这位台积电资深副总,公开释出要在日本增设一座新厂的消息。 应是掌握现有台积电客户对分散风险的需求提高,让台积电在日本增设先进制成新厂投资案,挤进水到渠成阶段。 据调查,台积电负责营运的高层,日前参加台积电,美国新厂进机典礼后,立刻挥军赶至日本,败回日本相关材料和设备供应链。 紧接着台积电最大客户苹果执行长库克也飞抵日本,并参观台积电雄本厂,预料也是台积电在日本布局更先进制成的一环。 台积电在日增建第二座新厂,也选定切入7奈米,恰巧台积电才宣布高雄厂7奈米延后,引发台积电是否将7奈米7高雄转占日本的联想。 由于争取台积电7奈米落脚高雄,是现任高雄市长争取连任重要证件。 虽然台积电强调先进制成会留在台湾,也提出在桃源龙潭科学园区设立1奈米生产基地的重大投资计划,不过台积电此一步举转变,确实为现今的高雄厂投资计划,投下一颗震撼弹。 台积电供应链表示,台积电雄奔厂一开始就做好双子新厂的规划,第一座厂的相关管线,可支应未来再增建第二厂的弹性,跟美国亚利桑那州厂决定再增另一座新厂,并切入3奈米制成是同样的架构,只是增建时机,完全看客户及市场的需求及变化。 另据不愿据名的产业列业者反映,台积电会来高雄设厂没错,28奈米厂的基础开挖等工程正进行中,但7奈米厂可能充满变数,未来若纳入南部科学园区管理局,可能还有二次环平疑虑,业界普遍觉得台积电高雄设厂没有那么顺利。 台积电晶圆代工的新对手,美国晶片巨头英特尔也同步在欧洲设先进制成晶圆厂。 德国图片报12月下旬消息称,英特尔原计划于2023年上半年在德国马格德堡建设两个半导体工厂,但其突然宣布工厂未来的进展不确定。 据马格德堡当地的《人民之声报》报道,鉴于艰难的市场形势和更高的成本,这家晶片巨头正在偏离最初的开工目标。 英特尔的举动十分突然,令许多媒体联想到美国通膨削减法案和晶片与科学法案推出后,许多企业选择赴美投资,推迟或取消在欧洲等地投资计划的现象。 2021年11月,英特尔以超过1亿欧元的价格,买下了马格德堡欧伦贝格工业园区规划中占地430公顷的长区。 第二年3月,英特尔宣布将耗资170亿欧元在德国建设大型晶片工厂。 晶片工厂是德国联邦政府和欧盟在大流行后加强晶片生产计划的一部分,东欧局势后进一步表明, 全球供应链存在风险。 英特尔发言人称,英特尔公司需要更多资金,由于面临地缘政治,挑战日益严峻, 晶片需求减少,高通膨和全球经济低迷,他们无法给出确切的开工日期。 德国联邦政府正以可观的财政资源支援该项目建设, 但是鉴于飞速飙升的建设和能源价格,融资出现缺口。 英特尔最初预计投资170亿欧元,但现在成本甚至超过200亿欧元。 近来,美国通膨削减法案和晶片与科学法案对于晶片行业的吸引力凸显。 美国记忆体晶片企业美光之前称,晶片与科学法案可为晶片研发、生产和员工资格认证,提供近530亿美元的支援。 美光宣布,计划未来10年在美国投资400亿美元。 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机电等企业也计划在美国加大投资。 德国之声报道称,由于美国通过巨额补贴计划吸引高科技公司投资,欧洲的晶片行业一直要求欧盟提供更多资金。 几乎每周都有关于企业计划在美国建造半导体工厂的报道。 仅通膨削减法案的一篮子支援计划就有3700亿美元补贴。 此外,还有总拨款额为2800亿美元的晶片与科学法案。 旨在加强美国在晶片领域的实力,促进研发,打造区域高科技中心。 此外,更多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M领域专家也有望从资金持中获利。 从长远来看,德国和欧盟的高科技企业恐难敌挡住美国补贴的诱惑。 欧洲行业代表已经提出批评。 奥地利技术集团ATNS负责人认为,欧洲是宣布计划方面的世界冠军,却是实施计划方面的侏儒。 由于政府支援力度太小,欧洲已经担心一些重要的公司将欠往美国。 有专家指出,欧洲仍然是一个很好的半导体投资地,比如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慕尼黑周边的半导体集群,法国大学城格勒诺布尔等,还有赫兰艾斯摩尔,德国英费林等一大批晶片企业。 这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仅仅建立一个晶片工厂是不够的,需要联合材料和研究领域的投资,还需要一个完整的公司网络。 但美国的一系列补贴方案等,对于欧洲的晶片产业非常不利,而且欧洲缺少的是执行能力。 总体来看,现在欧洲的晶片产业发展面临多地的挑战。 外资企业在欧洲运营的人力成本非常高,现在能源成本也在历史高位,晶片行业恰恰是非常消耗能源的。 此外,全球通膨加剧对三星电子重要投资专案也带来影响。 韩国建筑技术研究院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建筑成本指数同比上涨15.35%,建筑成本指数是衡量建筑工程中使用的材料、人工、设备等直接建筑成本价格变化的指标。 位于韩国平泽的半导体工厂施工方正在调整建设合同价格,三星电子将承担额外成本超一兆韩元。 业内人士表示,三星物产、三星工程、三星重工将继续提高三星电子在平泽市建设半导体工厂的合同金额。 这三家公司长期负责承接三星电子在国内外的半导体工厂的整体建设,从设计到框架、土建、收尾等工作。 报道称,自2022年第三季度末以来,这些公司将三星电子评则P2P3和三星EUV专用工厂、VR的建设成本不断上调。 三星物产在11月至12月期间通过总共四次更正通知,将合同金额从5.68兆韩元提高到6.23兆韩元,增加了5500亿韩元。 特别是完成P3的27生产线的成本增加了3410亿韩元。 三星工程于9月至12月间,五次发出更正通知,变更合约规模。 结果合同金额从3.275兆韩元增加到3.747兆韩元,增加了4720亿韩元。 三星重工最近将P3的27生产线完工合同金额比原来增加了460亿韩元。 这样一来,如果将三家公司修正后的合同规模加在一起,三星电子要承担的成本将超过1兆韩元。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一些合同,建设的最后期限也被推迟了长达一年。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